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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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San Sir時間 這段影片不拍我自己了 直接CAPON算了 為什麼呢?這樣就快一點了 這段影片是直接CAPON用USB 麥克風插著電腦錄的 如果這樣可以的話 我可以多出一些影片,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是最簡單的方法 今天我在剪一條舊片給一些會員去看 我想把我數碼黑白頒的上課 過程 盡量剪多一點出來 雖然我沒有可能把整個課程 那十幾個小時 全部剪出來,沒有可能 我會選一些錢給會員去看 其中我講到 Ansel Adams那張很出名的 Moonrise那張照片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照片我現在找到在街市那拍賣網 有一張 它是1941年版本 七萬五千美金 當然我不是叫大家買 我們想透過這裡 跟大家一起去看看這張照片 其實是 看看Ansel Adams這張作品 為什麼有這麼威 威望去到這麼厲害 為什麼全世界都說這張照片這麼棒 其實大家嘗試學一下看照片 我怎麼判斷一張黑白照片正不正呢 當然 Ansel Adams的照片一定是正 我就看看為什麼他的照片可以這麼正 為什麼有人說他正 當然他的創意和構圖 我都不說了 我只是說製作質素 為什麼Ansel Adams 其實他最 其中一句我覺得是很深刻的說話 就是 你的作品不是拍出來的 而是做出來的 我看看在黑房裡面 他做了什麼作品出來 我不知道現在Catman 看不看見這個Mouse 確實現在 在這張照片的天空部分 我看到是全黑的 當然 可能有些朋友很喜歡 想再黑一點 因為現在這個黑 就在這張照片裡面 就不是黑得去 默默的黑 應該是很深的深灰 在這裡的重現就是全黑 這張照片的天空是全黑的 有一個月球在中間 下面有一個雲層 再下面是有一些 建築物 一些山東西 我們如果是看一些網上的細相 我們真的不知道這張照片的正成是怎樣的 我嘗試今天跟大家放大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版本 就相當相當大的 看不見到嗎 OK 現在我看到一個月球 看不見到嗎 假如你螢幕看清楚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月球 是相當相當清楚的 這不是後期鍵上的月球 這張是原裝在照片裡面的月球 如果大家拍過月亮 你會知道 假如你的Exposure控制得不好的話 你整個月亮真的是月光光 是沒有層次的 你看不見 Anson Adams的月球 是看到有層次的 是清清楚楚的 不是一個白色的球體 它是一個我們所見的月球 不是白色的月亮 是一個月球 是看到裡面的紋理 甚至在月球附近 我看到一些星 看到嗎 有一點點的星 就是說它的Exposure 是總到離譜的 對於這一部分來講 OK 我再看低一點 一些雲層 喏 全黑位就在天空裡面 OK 接著看雲層 OK 雲層的位置 雲層的位置 你見不見到嗎 這裡可能是成章上最光的位置 在雲層裡面最光的位置 但是 在這裡也隱約看到一些細緻的 其實是 你如果是 這張照片我已經放到最大了 沒有辦法 但是問題是 我隱約看到這個最光的位置 都仍然是看到一些細緻在這裡的 它沒有完全拆掉 然後你見到的雲是很漂亮的 雲是很漂亮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 暴光時間稍微長了 使得雲有一點點動的感覺 OK 看不見 OK 再看看山 在山裡面 你見到雪山的紋理都很清楚 OK 甚至在山裡面 這些shadow位 我們叫做shadow位 就是暗位 我現在在電腦上 仍然是看到 隱約看到層次 就是說它沒有輕易放棄這些黑位 這個真的是超高手 正常來說 肉眼看這部分 都是全黑色的 但是它仍然做到一些 很細緻的層次出來 真正的全黑位 就是在天空那裡 看不見 在天空那裡 OK 但是在天空 下面輕輕光一點 都隱約看到一些雲層 這些雲層 OK 我先說回山脈 OK 在山裡面 雖然我看到 雖然是一個這麼細的位置 其實這個位置 在整張照片來計 是很細的 很細的 看不見 在整張照片來計 這個位置是微不足道的 山脈那裡 好像 但問題是 看它的照片 其實它是一絲不久的 它連這些這麼細微的位置 都做到層次給我們看 清清楚楚 整個山脈我看看 這裡看到三層 至少看到三層 最近這部分 四層 最近這部分 是看到一些岩石的 這些岩石的感覺 是看到的 後面這些 我的植物層 深色一點 最後的山那裡 是淺一點灰 最後的雪山 是淺一點 你看到 它對於這個山的處理 都很清楚 OK 再看前面 建築物的部分 看不見 就這樣看這部分的話 是不是相當正 你看到這個教堂 我猜是教堂來的 每一塊石頭 不同的位置 你看到清清楚楚 它不會把城鑄給我們 在這裡我都看到 那些是陰影的位置 漸變的灰色 前一點的位置 是光一點的 後面的暗一點的 上高頂的十字架 全部很清楚的 其實這個位置 是很細微的 看到嗎 對於整張照片 是一個很細微的位置 即是說Ansel Adams 做這張照片 他不會放棄每一個位置 他全部整張照片 都做得很清楚的 不會爆的 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看到 那些白位 這些房子 隱約還看到 它的磚的紋理 當然我已經放到最大了 你看到前面的十字架 和後面那塊牆 是分得開的 那些深淺度 控制到準度 真是離譜 真是 真是相當相當正 看到嗎 它這個曝光 正所謂呢 如果你是一剃過的曝光 是沒有可能做到這樣 這張照片 真是 這張照片 最巔峰的表現 它真是可以灰調 做到出神入化 整張照片 你真的看到 沒有哪些位置 是抱著的 當然這些 成塊的 碑石 整個十字架 這些可能是 整張照片 都是最光的位置 但是在其他的 要不看到這些植物 清清楚楚的 所以這張照片 做得相當精彩 我和大家分析 它那個是 技術上 黑白照片 如何重演細節 OK 不要介意 在這張照片 放了一張照片 大家有一時候 在網上看到的版本 這一張 大家看上的版本 很多餐真的是 可能我們看到的照片稍微小一點 我們看不得這麼真 沒辦法欣賞這麼多細緻的部分 只能看到天空有個月光 有些雲 我機前面有些東西就算了 實際上這張照片 如果你是近距離放大的話 你真的能看到很多東西 是不是?OK? OK,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只是跟大家輕輕地講一下這張照片的效果 以及試一試我現在這個錄影的方法 其實我想跟大家多講一些照片的 跟大家講一下有時候怎麼欣賞一些照片 其實鏡頭應不應我沒所謂 我顧小一點 輕鬆很多 真的輕鬆很多 OK,希望大家可以接受這個講解的方法 OK,分享到此為止 盡快輕輕都要剪剪的 輕輕做一些後製的 起碼加前加後加點音樂 需要這些東西 最近我出片是少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兼顧Patreon那邊 我Patreon那邊現在已經大量放了一些文章 已經有好幾十篇文章 那些都是全部講攝影的一些看法 攝影理念的 那我就… 從我在YouTube這邊不同 YouTube這邊始終是對的大眾多一點 很多朋友其實都很有興趣的器材 當然我做了三十多年媒體 我會知道哪些稿會更多的人看 哪些少的人看 確實我想講一些話題其實是沒什麼人看的 講自己想講的東西 OK,YouTube這邊我會繼續多一些器材 如果是這個方法可以的話 我希望可以沉入一些多一些攝影的看法 好嗎? OK,如果喜歡一些攝影討論 攝影交流的話 希望去Patreon那邊看看我的攝影文章 在那邊會…攝影理念會更多一些 YouTube這邊繼續有器材更多一些 希望這個方法也可以講多一些攝影理念 OK,那麼分享到此為止 喜歡這段影片的 給我一個Like 告訴我這樣的方法 你會接受 分享給你喜歡視頻的朋友 另外就… 訂閱,訂閱很重要 因為我的頻道真的需要大家訂閱 未訂閱的朋友幫幫忙訂閱 因為我起碼有一半的讀者 一半的網友這裡是沒有訂閱的 訂閱了之後就可以 按下鐘仔符號,選擇全部 每次我出新片你會收到 另外畫面上高 我希望上高 放回我YouTube Sorry 放回我Facebook那條Fan Page那條連結 在那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問一些視頻的問題 那麼 器材或者器材以外 其實我喜歡器材以外的話題 多一些的 那麼如果你有些技術問題 你可以照問 那麼就… 簡單的我文字回答你 複雜的話 我就… 拍片 好像這樣 拍片和大家分享 好嗎? OK,分享到此為止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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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